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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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怎麼拿衣服出來燙啊? 你不記得嗎? 我們今晚要去喝, 燙好衣服 你波羅, 別上來 咦? 你好渴啊? 不是我要喝啊, 燙好衣服要喝啊 學完你的襯衣服, 現在就到我的C質群 啊, 燙了 他們真的要學一下怎麼燙衣服 首先, 衣物的質料要分類 先燙不可以承受高溫的衣料 例如C質, 尼龍 然後再慢慢調高溫度去燙面質的衣服 這樣就不會燙壞些衣服 第二, 避免衣服起鏡面 無論燙什麼質地的衣服 都要加條手巾在衣服上先燙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 蒸氣燙豆要用蒸餾水 因為水喉水含有礦物質和雜質 長期累積會產生鈣化 阻礙蒸氣出口 或者大家可以選用有防蓋化裝置的燙豆 那就簡單得多了